早晨好,我们又醒了 今天我们有个不幸的消息 就是我们之前开到这里计划着走后边的格涅线 然后走不成了 大家如果看过昨天晚上的我们的视频的话就知道 我们这儿被下了一晚上暴雨 然后那条路现在变成泥路了 我们的这个车现在没有条件去走那样子的 炮弹坑交叉轴的那种泥路 所以我们今天恐怕只能要换一条线路走了 我们驻车到这边就是为了走之后的格涅线 但是因为前天和昨天晚上的那场暴雨 让格涅线变成了水坑路和泥路 有10到20公里的这样的非铺装路面走不了了 其他的路其实还可以 但是我不能走到一半再掉头回来 就是今年跟格涅线无缘了 格涅之言回头再看 所以呢我们今天今天的路程呢 要去另外一条直线 我现在出来先把卡子留下 留下之后我们再出发 这就是我们昨天停车的位置 今天看起来又晴了 这个草地还多少有点湿 但是野外的路呢已经全部变成 土路上面已经变成这个泥土路了 再看一眼这个营地吧 搞不好我们明年走318的时候 再重新走一下这条路 昨天我和倩倩差点就住这样子的房子 应该会很冷 因为昨天我们房车上的温度也不高 那他这边的房间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两张床 一个桌子 一个柜子 只卖140 但是昨天那个雨啊 这里边应该是噼里啪啦一直在想 所以住在这个房间的人 很早就离开这边了 难得这边有大草坪啊 我们把瓦斯卡再放开 让他跑一跑 跑去吧 这个家伙一直到 一解绳子 他就知道他可以跑了 跑跑跑跑跑 今天上午先自己跑够了 然后又要坐一天车 我们今天去的地方也很好玩 看卡子在干啥呢 他在抓蚂蚱 不是给整死了吧 并没有 诶 是去顺去了 这么快这 被舔了两下 傻眼 好在我们昨天晚上 没有住在那个帐篷里边 所以我们今天睡的 还算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出发的比较晚 直接出门去吃午饭 今天没有早餐 昨天到这就比较晚 然后搞视频又搞得很晚 好 准备好 我们今天就要出发了 今天我们还是沿着318继续 继续走 因为昨天的一场大雨呢 导致我们 没有办法去 进行之下来的 这个隔壁之眼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沿着318继续走 隔壁放在之后 行程我们再走吧 因为那边的东西 是不太好 今天的出发地 礼塘 海拔3500多米 由于昨晚的暴雨 导致今天收到朋友的信息 是这样的 原本就不太好走的 格涅县 遇到暴雨之后 让炮弹坑 全变成了雨坑 交叉轴 会打滑 拖底盘 也成了必然 同时 昨天有一台车 就在我们要走的路线上 坠入了山地 车上四人无一幸免 毕竟我现在不是冒险的年纪了 美景固然重要 但留着命才能继续看美景 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常规的线路 去往八堂 刚才路过检查站 李唐县公安局给了一个限速小单 60公里每小时 请勿超速 疲劳驾驶 系好安全带 这上面一个提示的小条 我们就继续出发 昨天我们给这儿装了一个小摄像头 今天还没有粘牢 我们到时候看看这个好不好使 出发之后天又阴了 这个一出发就阴天 我走在这边这些路里边 就感觉多少有点像独库的感觉 旁边是小河 然后两边山谷 沟沟里边坐着 很舒服 只要它不下雨 亏了今天没有去格念那边的雕像 万一进去之后下雨 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如果你到了礼仓 想爬这座山 爬上去之后 可以俯瞰整个礼仓 当然我们不爬 我们也可以俯瞰 从这个高度看下去十分漂亮 整个礼仓呢 有几个好一点的观景点 刚才我说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山后边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跟他下的这个公路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后边的雪山 然后可以看到云层很薄 很低 然后呢 进去城市之后 其实你也就看不到什么 太太太太重观的景色了 正常的风景 乐通古镇千户藏寨 我们要进去吗 我们要在路边找个吃饭的地方吧 最起码 把绿灯赶紧走 我们进入这个千户藏寨 然后在满街在找吃的 吃完早餐 吃完这个早午餐 我们就出发了 孩子在城市里边一般都不会害怕 在前面坐着 一上高速就爬后边去了 我们穿过了整个礼堂 从这个礼堂西门 西城门出去 世界高层礼堂 很多人在这边照相 我们也照一张 我们又到了打卡的牌子 在我们的背后 就是礼堂的西城门 天空之城的西城门 我们把车停到这边 然后拍个照片 然后继续往前走 寻找食物 我们都把这个天空之城礼堂 穿过来了 没有找到方便停车的地方 这就是房车的不便 不像是小轿车嘛 你可以随便找这些什么地方停一下 市区不太好停车 所以就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吃饭的地方 我们从礼堂西门 离开天空之城 甚至318开往八堂 这路途中 一路会经过美丽的茅牙草原 以及海拔5500多米的孩子山 对于我们的车子 又是一次高原考验 在这边 已经习惯性的防御性驾驶 主要防的 就是随处可见的牦牛 这些牦牛 随时可能过马路 当然 还有随处可见的事故包备车 所以提醒驾驶员 一定要小心 快都没走 隔年线 已经开始下雨了 所以今天这个云 十有八九是要下雨的 所以我们还在318上 正在看路过哪个小镇子 哪个餐馆人比较多 吃河饭 我们饥饿只离开了礼堂 还好早上吃点饼干 我们一路上沿着这个礼堂河 再往礼堂方向走 这河在不同的路段 它有不同的名字 它有好多名字 但是官方的名字就是礼堂河 然后 连这个路上还有好多猫牛 猫牛在实地泡着 全部都是猫牛 在这个地方开车一定要慢一点 不然的话就是 一手蓝天花 来到318 出门第一天花了两万八 因为撞死头猫牛 就像我一样的一样的 有点好多猫牛 就像我一样的一样的 那我看你一样的 有点好多猫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